熟知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一步步足百年的三国争霸史 却能令人热血沸腾 对三国时期的文臣武将如蜀家珍 尤其是经过罗冠忠老先生三国演义的洗礼 三国几乎成为无人不知的一段历史 诸葛亮的睿智 关羽的忠义及赵云的勇猛 无一不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备的成功离不开他那双识人用人的慧眼 最初与关羽张飞进行桃园结议 后把赵云收入囊中 又用他那炉火纯青的演技感动了诸葛亮 毫不夸张地说 刘备的识人眼光甚至超过诸葛亮 如发现魏延的才华 并予以重用生前提醒诸葛亮 马素言过其实不堪重用等 蜀汉的五虎上将中 赵云堪称一个完美的人物 他有勇有谋浑身是胆 深得刘备和诸葛亮的信任 一直负责刘备的安保工作 其实蜀汉还有一位将领 身份极为神秘 武功不逊于赵云 追随刘备三十五年的时间 因工作性质被刘备血藏 故三国演义中对他显有记载 此人究竟是谁呢 刘备为何要将其血藏 陈道自书至汉墨玉州汝南 现今驻马店人 公元一百九十六年左右 刘备成为玉州墓 陈道就是在这个时候跟随刘备 据记载 刘备依靠在卓郡招募的 一支兵马起家 经过无数次战斗的磨练 这支人数伯不多的部队 成为令敌军闻风丧胆的特种部队 他就是白二军 白二军属于刘备的贴身卫队 唯一的责任就是负责刘备 及重要人物的生命安全 不参加攻城掠地的正面战斗 而陈道就是白二军的统帅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 陈道自从投靠刘备后 就一直被血藏 甚至连关羽 张飞 及诸葛亮等人 对他的真实年龄 家庭背景及兴趣爱好 都不清楚 他的所有资料 估计只有刘备一人熟知 当时曹操 孙权等人 为了彻底干掉刘备 不仅命部队正面攻击 还曾多次派遣 特公组进行 规模不等的暗杀行动 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候 救助刘备的 不是关羽和张飞 而是陈道所统帅的白二军 从而使刘备化险为夷 我们都知道 刘备一生极为坎坷 经常被打得溃不成军 如长板之意中 刘备大军惨败 最后只顾一人逃命 家人都顾不上了 此时救助刘备的 不是三国演义 所写的赵云 而是陈道所带领的白二军 蜀汉建立后 刘备以为二帝官宇报仇的名义 出兵东吴 在萧廷之战 又称伊陵之战中惨败 据一些史料记载 当时刘备 被东吴上万大军围困 可谓是九死一生 陈道仅带领数百名白二军 与敌军展开厮杀 为刘备断后 最终不仅为刘备败退白帝城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陈道本人还能全身而退 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的猛将 估计三国中屈指可数 刘备去世后 蜀国出现了战将凋零的局面 陈道就逐渐走上了前台 成为蜀汉集团的二号军事人物 地位仅次于赵云 陈道被任命为护军征习将军 封廷侯之后 陈道率领所向披靡的白二死士 继续巩固蜀汉边防 奉命镇守永安之地 曹魏和东吴因畏惧陈道 多年不敢打永安的主意 诸葛亮在与兄诸葛锦的信中提到 到所都则先帝仗下白二 西方上冰野 以此起到敲山镇虎的作用 赵云虽然威名远波 但毕竟不是白二统领 陈道虽然不为人所熟知 却是货真价实的白二统领 整天随时刘备左右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 每次刘备陷于危险之地时 都是赵云一马当先 就刘备于危难 却丝毫没留下陈道的事迹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 这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赵云顶替了陈道的功劳 将许多陈道的英勇事迹 占为己有 或者说将两人的事迹 合二为一 陈道就是赵云 赵云也就是陈道 这就是赵云顶替了陈道的功劳 这就是赵云顶替了陈道的功劳